就在堂杰思考的时候 白水街的一家民居里 这是一家极为宽敞的四合院 院北市首屋 两位新魔镜的修者正坐在屋中 闭目养神 在他们身边还跟着两人 却是两名九转七弟子随行服饰 院西是十二英的住所 十二人共住一屋 却安静平和 只是偶尔响起一些嘀嘀的说话声 远东的屋子就显得要热闹多了 这里住的是另外五名灵魂妻的修者 其中一人还是个女的 此刻一名满面穷然的黑脸大汉 正愤怒的在屋中踱步 大声道 执娘贼的十二英 这都五日了 还不能出去 都快闷死老子了 对面 十二英显然早知道此人的秉性 并无一人理会他 那黑脸大汉 见无人理他 便继续骂着 只是他一个人的嗓音 便顶得上这里所有人说话了 待骂得实在过火 北屋那两名心魔修者就会发出一声轻壳 于是那黑脸汉子就会消停一会儿 再过一会儿又再骂着 如此反复弄得大家也无语了 闭门不出是十二英老大的命令 理由很简单 要避免惊动唐杰 不过 闭门不出对别人来说或许不是什么难事 也就是打坐几天的事 对那黑脸汉子而言 却是种折磨 此人名叫黑煞 真名已不可考 早年倒也不是这样 只是有一次冲击心魔镜时 不慎被心魔附体 虽然侥幸逃过一命 却也因此坏了心境 从此以后焦躁入体 无法久坐 当初宫里派他来 是因为此人躁磨入体后 虽心境破坏 从此无法再有寸击 却也在无意间掌握了一文法术 雷霆暴闪 可以在短时间内 让自己的身形快若雷霆 随雷霆闪动而疏忽来去 速度极快 而攻势超强 最力抓捕逃逸对手 没想到到了这边 第一件事就是让他滞留不出 黑煞在屋里憋了五天 早就预期终结 焦躁难安 因此 每日里必然是喝马不停 有心放他出去走走 但一想到他那性子 只怕出去后就惹出些事来 若是惊动了唐杰 必然坏事 只能请他忍忍 他在这屋里忍 其他人则在忍他 此刻喊了一通 黑煞剑无人理他 终于耐不住的 老子不管了 今天谁都别拦老子 老子一定出去找个姑娘 好好刷刷 说着 已是大步跨向门外 那十二英老大健壮 猛的抬头 一闪身出现在门口 拦住了黑煞去路 黑煞 再等一下 还有两天就是拍卖会开始 此时唐杰可能已经来了 就躲在暗处 你现在出去 只怕会让他察觉 察觉了又怎么样 他就算看见老子 又凭什么能确定 老子是天神工的 就算确定老子是天神工的 又凭什么知道 老子是来抓他的 就算知道是来抓他的 这墨丘 还有哪个修者不想抓他吗 这和拍卖会上的布置 又有什么关系 此人说话 当真是嗓门极大 连拍卖会上的布置 都是嗡嗡喊出来的 若唐杰此时站在街上 不用茶都知道 拍卖会上有事了 气得那首鹰 险些没吐血 喝道 你给我闭嘴 你还想喊到举城皆知吗 黑煞也知道自己失误了 致了致 终于无奈到 嗯 我这不是 也是在发牢骚吗 实在是憋坏了 憋坏了 就去吧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众人愕然回头 回首处空荡荡 不见一人 首鹰皱眉道 小婶 你在说什么呢 空气中传来清朗的声音 书不如赌啊 黑煞天性如此 不利久坐 闷久成吉 反倒坏事 让他出去走走 逛逛窑子 发泄一下心中的火气 为时不好 再说 唐杰不会去逛窑子的 黑煞眼睛一亮 原来是十二郎 谢谢十二郎为我说话 久闻十二郎年少非凡 当年初入托凡 便入选英堂 辅入九转 便入选十二英 果然是英俊 非凡 了不起的任务 他连对方脸都没看见 就直夸对方英俊 非凡 以堂堂灵魂真人的身份 大拍九转小子的马屁 可见 这几天是憋得狠了 那边 首英 已是皱起眉头 我知道黑煞此去 撞上唐杰的可能小之又小 可是万事虚防万一啊 唐杰此来 心中不可能没有疑虑 任何风吹草动 都可能让他逃之夭夭 为抓此人 我天神功已是费尽了心力 关键时刻 不能出半点的错 这正是为了防止出错 还有两天时间 老大 你确认黑煞能熬过去吗 万一到时候 他真发起风打起来怎么办 那就真出事了 这次让他去 接下来两天 他应该能消停了 黑煞连连点头 没错没错 让我出去快活一点 不 就一晚 快活过一晚后 我就什么事都没了 首英低下头去思索 那边看不见的十二英已到 还不放心的话 我陪他去吧 你 首英抬头看了看 目光如地 仿佛可洞穿黑暗 看破那隐匿在暗处的存在 是 我陪他去 他若敢闹事 坏我等计划 我就宰了他 这十二英已九转之身 说杀死一名灵魂真人 口气却是平淡已急 最难得的是 唐厅的一众人等 包括那两名心魔真人 竟无一人 认为此言夸张 首英老大 更是微微点了下头 他说道 那好 你陪他去吧 一切 就交给你了 西门的长平街 是九河城 有名的烟柳乡 整条街上 邻里着数十家青龙 生意最好的 应当算是飘红楼了 据说 飘红楼的姑娘 个个如花似玉 床上功夫好不说 最难得的两点 一是常有心人 这一点 对于飘红楼的老客 极为重要 常来心人 才能常去常心呢 二是 有修过仙的姑娘 这修过仙的姑娘 最差那也是个修士 就算是无缘天道 一生富贵 却是没问题的 正因此 除非是天性淫荡 自甘下见者 否则 要找修仙女子苟合 却是不易 而像这样的姑娘 通常就只有一种来路 强强 六大派治下 虽是大治 亦不乏各种事端 偶有小门派 触怒上仙 动辄是灭门之罪 守恶处死 愚者赔罪 更数平常 一如那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那是同样的道理 总有一些修过仙的姑娘 因此沦落封尘 他们曾经的努力 不会给他们带来免罪的机会 只会让他们拥有更高的身价 和更多的客人 飘红楼 就是这样一个女修的地方 修仙者体魄强大 凡女往往不堪使用 一夜下来 通常动辄十数女方可满足 虽有幻女之快乐 也有人讨厌这种情况 认为打乱节奏 有些女人被生生干死 也是有的 有了女修 这些事就可以避免许多了 不仅可以用来招待男修 即便是对凡人 也有着致命的泄业力 民间不乏大量的凡人 为了某个女修 豪至万金之事 原因无她 炫耀 比如同街的牛屠湖 据说 就曾以自己十年积蓄为代价 在飘红楼玩过一个修仙女子 从此以后 每日里是吹嘘不断 说仙人又如何 自己也上过 连图户都可以拿来当资本的事 那些豪门富户 又何尝能够例外呢 不过 黑煞对女修倒是没太多兴趣 那些个女修 大多都被制住了 有法也不能施 又是被强卖 一个个连苦得跟死了娘似的 对了 他们的娘也的确都死了 玩起来就跟死人似的 有什么好玩的 黑煞一边嘟囔 一边大步跨入飘红楼 他身边跟着小十二 就像个幽灵 没有一个人能看见 只是每当有人从他身后过去 都会碰到撞开 像是撞到鬼一样 小十二不理他 黑煞的嘴却不停 一边说一边进了娄子 还没坐下就喊 大爷假的 还不让你们姑娘都出来接客 那几名飘红楼的伙计 被黑煞这气势占了一下 他们到底是经历的多了 一眼就看出黑煞是修者 而且绝对是境界不低的修者 虽看出来了 却不敢怠慢 忙迎过来 一人陪着笑道 哎呀 仙师法驾光临 正好楼里还有两位女修空着 小的这就带仙师 不要 黑煞一白手 不要女修 你们飘红楼的女修啊 什么姿色一般 生意确实偷牌 走他娘的 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睡烂了 老子要凡人 啊 要好看的 越漂亮越好 长得清爽 最好是才来不久的 要十个 黑煞 大巴掌一扬 弄出五根手指 喊出十个 那伙计明显被黑煞的要求弄得愣住了 一时间不知道是找五个还是十个 好在旁边大茶壶已经接上了 嘿哟 原来仙师喜欢乱货呀 那倒是巧了 前几日正好来了一位新人 是个女修 年纪却不大 尚未接客呢 正好 今日梳洗 今日梳洗 还有这 这道事 一听这话 黑煞眼都直了 书洗 是青楼女子第一次陪客的说法 简单的说 就是卖出 凡女书洗还算常见 女修书洗 却是少之又少了 黑煞对女修不感冒 是因为觉得她们一长得不好看 二服务差 三睡到烂 如今出来一个书洗的女修 至少后两者是没了 忙问道 相貌如何 哎呦 那可真是青春秀丽 人间角色呀 那大茶壶毫不吝啬地回答 看来对这女修 看来对这女修是颇有信心 黑煞摸着下巴点头 好好好 那那那就倒要看看啊 不过 书洗女修 此番盛事 为何贵楼 却不见大动静啊 女修书洗 这件事绝对是可以引来一批富豪巨龟的 就算黑煞身为真人 论财力也未必比得上人家 但是看现在楼里的动静确实不大 好像飘红楼对此并不在意一般 让黑煞大感费解 那大茶壶连忙陪笑 哎呦 那是因为这次姑娘与以往不同啊 她呀 是挂户于此 挂 挂 挂户 黑煞愣住了 所谓挂户 就是说 这姑娘不是青楼买下来的 并非贱级 而是自由身 简单的说法 就是 某个姑娘缺钱花了 自己找上青楼说 我到你这卖身 大家分钱呢 这样的姑娘 由于是自由身 权力会大很多 就算是卖身 他们也是可以挑选的 简单的说 在青楼 你只要有银子 老宝子是不会管你长得愁美的 但姑娘却可能嫌弃你 作为自由身 她是有权不接客的 正因此 你不仅要给出个好价钱 还得要自己讨好姑娘 不然 姑娘若是不愿 你是有钱都花不出去 同样的原因 这梳洗的日子 也是由女修自己定的 是 打扎胡道 刚才呀 突然就来了消息 说要梳洗 哎呀 这着实是仓促 妈妈也劝过她 让她捎带几日 待为她知会各路大户再说 可她呢 却执拗得不愿 黑傻哈哈笑道 呵呵呵呵呵呵 好好极了 这简直 就是老子的机缘哪 啊 没了那些富户 黑傻要夺美芳心的难度 自然是大简 不过 也不全是没难度 就在她不远处 也有修者在做 看其气定神贤的样子 多半也是个灵魂真人 未必就输给黑傻了 不过 黑傻不认得此人 他是天神公出身 但是这来历 就足可压对方一头 因此也不在意 此刻 几名大茶壶退下 先为黑傻叫了几个姑娘 伺候着 不过 黑傻知道 有那么一位姑娘 等着梳洗一室 心中早如小猫脑爪 哪还对眼前的 雍之俗焚感兴趣 好在 等待的时间不长 片刻之后 梳洗的时间 终于到了 带到姑娘从楼里出来时 只是一眼 黑傻便大声好感 这位姑娘 却是与别明显不同 不穿锦衣 不上裸裙 只穿了一件 翡翠小衫 博尸粉带 脸蛋生的 却极为标致 清清爽爽的模样 不是高门大户的贵女 却有着 小家碧玉的秀丽 一双俏丽的大眼睛 更是灵动之急 就这么送来如水秋波 却是我见游怜 让人恨不得抱在怀里 好生爱恋一番 大堂上方是一处小台 那姑娘上了台 往台前那么一站 已是引得下方群廊 欢声涌动 三千两银子 一有人上来 就喊了个天价 旁边大茶壶 已是咳嗽一声 哎呦 诸位诸位啊 这位商月姑娘呢 乃是托凡女修 岂是凡俗之物可买的 啊 故此 本次买卖 只以零钱为准 啊 也可以用其他等价之物交换 决定钱呢 则是由商月姑娘来定 众人 同时沉默下来 请不吝点赞